第八十九章,温暖来了。上了马路麦凯伦和猛琴先走一步,后面的两辆车是真的追不上这两只喝油的怪物,杨兰开车很稳,先陪着寂静去送车,然后再一车过去。 等寂静换衣服的时候,杨兰轻声问韩谦谁要过来,是个女孩子。韩谦下车坐进了后排,无力地叹了口气。 等来了你就知道了,杨姐啊,我感觉我又要活不过今天了。杨兰笑出了声音,称怪道,可不能咒自己。 没过多久,寂静下来了,这娘们的身材本来就比较火辣,还特意换了一身休闲的打扮,深色的牛仔裤,白色的短袖,头发梳成了马尾,年轻了几岁,荷尔蒙的味道也浓重了几分。 苏亮对比她大的女人,一点兴趣都没有,至于韩谦则是没有那个兴趣欣赏,四人一车,寂静把杨兰从驾驶位上换下了来,调整座椅,埋怨了杨兰一句开车真慢。 随后宝来就承载着她不应该有的速度窜了出去,韩谦抓住了扶手,现在的女人怎么都比男人还凶猛啊?不是应该柔柔弱弱的吗? 兰兰,你不说想要换车吗?准备换个什么? 兰兰慵懒地坐在副驾驶,小声道,想换个特斯拉,家里的老房子拆迁了,杨家也没有车,我想着把这个宝来给她代步练习,特斯拉好像也不贵,最便宜的落地价不到四十万吧。 听说那个车能跟着音乐跳舞,挺好玩的,那就换,也没几个钱。 坐在后座的韩谦和苏亮根本不愿插话,这四十万的车都没几个钱了。 买车不看性能,而是看会不会跳舞。 果然,男人和女人是两个世界的生物。 这时候,寂静突然对韩谦开口了。 你明天去见,涂销做好没砍死的准备了吗? 那老家伙,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,死之前告诉姐姐,姐姐给你收尸去。 韩谦撇嘴回道。 咋地,你还去领我的抚恤金? 咱俩得先领证。 呸! 狗嘴里吐出象牙。 你吐出来一个我看看。 来了你开车,苏亮你到前来了,韩谦。 阿姨好好稀罕稀罕你。 一会我多吃点生好韭菜的,最近腰疼。 和寂静伴嘴,韩谦是一个字都不能谦让, 两人一路炒到了小地摊,很简陋的成凉棚子, 上面还带着某些啤酒的logo, 四人落座后,烟轻轻嘀咕了一句真磨蹭, 前晚对着老板娘大喊喊道。 姐,菜单上都来一份,啤酒先来两香, 来纯生,来大杯子。 话音刚落,韩谦准备阻拦这个丫头挥霍的时候, 耳边传来一道急刹车,轮胎与马路发出刺耳的声音, 韩谦好心疼车子的轮胎, 也不知道哪个傻蛋开的车, 当她看到白色的帕拉梅拉紧挨猛琴, 不过半米的时候,韩谦脑门地焊下来了。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穿着仙女裙的长腿女神在车上下来了, 脚上的一双高跟鞋很是醒目。 这个女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高, 很高,很高。 穿上高跟鞋差不多一米八的身高, 给人带来视觉冲击很汹涌, 可这对韩谦来说是刺激心脏啊。 温暖来了, 寂静皱眉看着缓缓走来的温暖, 皱眉道, 畅想的温副总裁, 她怎么来这儿了? 我真羡慕她的腿, 给我多好。 杨岚紧接道, 以前只是听说,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, 听说年龄和韩谦差不了几岁, 家庭背影很雄厚, 亲戚都是衙门口握着重拳的主, 韩谦。 你别告诉姐刚才, 给你打电话就是这位姑奶奶。 韩谦闭着眼无力地点了点头, 哀声道, 就是她, 也就是你们嘴里所说的我的前妻。 事情早就瞒不住了, 也没必要再隐瞒下去了, 她的一句话让坐在的人都不淡定了, 以前还都是猜测和听说, 现在畅想的副总裁就站在韩谦的身后, 双手按着这个家伙的肩膀, 对着众人笑着打招呼。 初次见面, 我是温暖, 她的前妻, 大家叫我温暖的就行, 烟壶里除外。 咦, 众人有点不知道这局势该怎么办了, 苏亮起身就要让位置, 寂静抢险一步。 一张方说, 寂静和燕清清坐在一边, 苏亮和杨岚坐在一边, 前晚紧挨着温暖, 韩谦自己一个人霸占了一边。 地方倒是很松快, 和韩谦的心却是很紧, 现在这里全部都是荣耀的人, 温暖也不觉得紧张和尴尬, 好像到了她这个级别就不会感觉到尴尬吧。 烧烤一样一样地被送了过来, 苏亮的手不方便, 杨岚想要起酒, 伺候局被韩谦接了过去, 刚打开一瓶啤酒, 燕清清和温暖同时开口, 先给我, 给我, 韩谦举着啤酒棱在了原地, 这时候温暖突然开口, 先给烟狐狸, 我等的了, 她毕竟是外人, 别人不要的, 我也不要, 谦哥哥, 那给我吧。 韩谦, 端着酒瓶端了半天的韩谦咒, 没看着两个女人, 随后对苏亮挪挪嘴, 亮, 你的。 苏亮刚想接, 两刀目光犹如利剑般刺了过来, 苏亮是手一抖, 愣是没敢去接, 韩谦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, 自己倒了一杯, 仰头饮尽, 然后把两个没打开的啤酒放在了烟清清和温暖的面前, 转身喊道, 老板, 再拿两个起子过来。 韩谦不想再伺候他们两个了, 酒桌上的气氛因为慢慢喝了酒变得活跃起来, 杨岚和苏亮一直没喝酒, 杨岚一会要开车送人, 苏亮则是打针不能喝酒。 在韩谦以为这样能解决问题的时候, 两个女人同时拿起酒瓶递给韩谦, 启声道, 打开。 此时此刻韩谦只想回家, 一手一个起子起开啤酒, 同时放在两个女人的面前, 韩谦把啤酒箱推向了大前, 这会儿她干了不了一点了。 两杯啤酒下肚, 寂静红着脸好奇地询问温暖。 温副总, 韩谦这么有才华, 你怎么想着和她离婚了呢? 这样的男人应该牢牢握在手中才是啊。 提起这件事情, 温暖无力地低下了头, 端着扎皮杯子轻轻摇晃, 低声回道, 是她提出离婚的。 一句话让得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, 这。 本章结束, 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 请给我个关注, 点赞, 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,